演员慧英红凭借电影《结婚类见识》 读得马来西亚金针奖最佳女配角 16日开心归岗 慧英红小得何不拢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可以加片酬的原因呢 不会的 不会因为来了奖项都去加片酬 怎么样不会的 我知道将会有一个电影 我会减价去帮她拍的 看来老戏骨拍戏片酬很随性啊 慧英红拍了两部马来西亚电影 立马手捧八项大将 看来马来西亚相当忘她 不过一只眼舞打戏的她表示 以后可能不会再拍大型动作片了 还是让不少粉丝有些许失落 大的动作片酬酸 小的还可以有时候 小的当成一个运动OK了 如果要好像这种电影 要把你摔来摔去啊 然后又要把你从二楼丢到街上啊 这种估计都会挺大的酬酸 这种就不会拍了 最近于香港电视 未能获得免费电视牌照 引发不小讨论 慧英红表示也挺失望 不过一向乐观的她 现场立马给香港电视总裁提建议 我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上 不过我相信王先生 可以想到办法的 因为可能在网络上的平台嘛 也可以啊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stiu size 填 白 伸 团